日本新防长冰田与美国防长奥斯汀首次通话 强烈谴责共军发射弹道飞弹 并确认两国紧密合作应对任何事态 中共报复台湾七元 中央民国陆委会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所谓制裁非法无效 统促党与竹联邦涉及柬埔寨四起人口贩运案 新日局今天重申 假借政党民意的帮派组织 警方都将依法延办 中共监控手段再升级 要求数十家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提供演算法 其中抖音 淘宝 微博都被点名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即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